那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刚刚没有提到的 下方这边有一个小F 不知道各位没有注意到这个F的作用 那其实F的作用 当然我先把它停一下 停止 把它停掉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加这个小F 然后也不加这个大瓜糊 其实你会发现 它格式化出来的结果 这个先把它拿掉 F拿掉 然后里面就加一个BMI 然后底下一样 底下这个小F 健康状况的话 我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BMI放进来 那不过你把这个BMI 跟那个Status放进来的话 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变数 如果呢 这个有没有错误 这个我穿错了 应该是穿这样 那如果你把BMI放到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一个文字 所以呢永远不会秀真实BMI的结果 而是会显示什么 就是您的BMI 为冒号就是小写BMI 而不会显示出 BMI变数里面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你把它放到 自穿里面去了 应该看得出来吧 我把它Ctrl加 有没有 放到 有没有 有没有 它就变成一个文字了哦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好 你要把这个BMI 放到外面 好 跟之前做的一样嘛 就把它串一个BMI 但问题来了 这个BMI的结果 应该是一个数字啦 因为它计算结果嘛 所以呢 一样的道理 我们必须把它改成Tree 有没有 这边记得要把它改成 转成文字之后吧 底下这个一样 Segas一样就是加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 这个把它放到外面 这个的状态结果 那因为呢 这个是一个文字 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不用转型 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字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把它指下 当然这个是 回到没有 小F 的那个状态哦 那我们比较一下 有什么差别 其实第一个差别 就是取到小数字的 第二位的部分 好 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 第一个 它因为 没有 格式化 所以这个有点 像是Ethel里面的 那个 取到小数字的 第几位的那个 用意 那第二个的话 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差异 第二个好像也 好像也是长 这个样子 所以没什么差别 所以改变比较大的 就是第一个 那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说我以前做的 理论上 如果我要取到小数字的 第二位的话 应该是要改成 上面的这种写法 这个可能比较 还有 也就是说原来是 串接 有没有 串接 一个 那个 BMI 在后面 可是如果你要取到小数字的 第二位的话 那你就要用什么 用format 那里面的话 就必须加一个大瓜 那 它的 公式规则就是 冒号.2f 那所谓的.2f 就是取到小数点的 第二位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第一位 就ef 依次类对 那怎么改 这边就 我把它 重改一下 这个 那改的方式的话 如果要把刚刚的这个写法 好 改成用format 者的话 第一个 我先在 这个文字里面 加上什么 大瓜 冒号.2f 表示说 我即将在这个地方 加入一个 变数 好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把后面这一串 把它比例的掉 然后 点 因为如果前面这个文字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就会列出文字类的函数 那其中有一个函数叫format 所以你其实用选的也可以 选的Enter也可以 就点两下 然后里面的参数 记得 如果这边有个大瓜谷 你就要放个变数 那变数名称就bmi 这样子 我拿后瓜谷一下 所以将来它会怎么work呢 它就是您的bmi尾 好 取代设认第二位 它有个大瓜谷 它知道后面会有一个bmi 它就把bmi放进来 本来是一串的 26点的一堆的 那它就格式化到第二位 就结束了 这样都ok了 所以我们来run一下 所以 那这种鞋牌还蛮常见的 因为未来 有点像在isail里面 你应该会常用它格式化 有没有 那在python里面 当然也不可免 只是说 一般格式化都会用这个format 那我们来run一下 结果ok呢 一样 吃吃 好 有没有 刚刚是26点12 后面还一堆 但是因为经过这个format 它就直接把它格 带到这边 取代设计第二位 好 这个是第一个 可是你说 是不对 你刚刚好像没看到 那个 ChargePT里面 用到format的函数 但是有看到一个小f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 那样的写法 可以让程式更精简 有没有 那怎么改 第一步的话 1 在这个前面加一个f 那你后面的format 不用抹 2的话呢 把这个 这个变数 有没有 放到 大瓜糊 右边的大瓜糊的后面 然后呢 点format 这个就可以把它粘掉 OK 理论上 这样子 程式有没有感觉 比较清爽一点点 应该有 它只是说 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说 老师我做一个format 我比较习惯 没关系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 比较习惯 你就打这样子 两者是一样的 所以我顺便 比较一下给各位 知道一下 不然的话 以后你遇到 那个format跟 小F 你会搞不清楚 那两个其实 可以自为同一个东西 让我们run一下 应该OK 执行一下 同样东西 有没有 结果一模一样 我顺便讲一下 因为 那个chargept上面 它不是用format 那我在我的那个 前面的范例都用format 所以如果将来 如果假设 你看到format 你要改成小F 也没关系 这个是第一个 顺便讲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底下其实 我有提供一些format 能够做的事情 包含就是 刚刚的小数点 有没有 大瓜符 冒号 点2F 那如果你前面要保留 什么字 前面可以再加一些 加一些符号 比如说加号 减号 然后呢 如果你要 前面补0 比如你要4 那你就是什么 冒号0 大于4 就可以了 4D D的话 这边应该是指的是 4个数字的意思 然后底下还有其他的格式 甚至是 对齐方式也可以 比如说靠左对齐 靠右对齐 四中对齐 百分比 其实都做得到 OK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 各位再练习一下 那还有这BMI 如果各位有对 VBA的BMI 我看刚刚好同学 对那个 VBA的BMI 有兴趣 没关系 你又把它试试贴上去 一样可以 多学一个 然后 不过 可能要记得 就是说 因为我这边是用range range 指的就是 哪个储存格 所以你记得 如果你是用range 不是用input box 那你就要先在那个图层格 先输入资料 再去执行 所以这个的话 假设这一段 它是 所以你可能要先做个界面 身高 体重 BMI 平移 分别就是先输入身高 跟体重 在B1 B2 然后它会跳出这两个 所以如果我把这一段程式复制起来 然后要贴的话 你可以贴到那个 Visual Basic这一边 然后把它贴 贴到底下 贴上 然后呢 这边就输入身高 体重 我就把它删掉 比如这边记得 这个可能自己再打一下 这个有点像是 它里面 要打什么资料 让使用者知道一下 身高 然后这边体重 然后这个是BMI 那这个的话就是平移 然后把它放大一下 那你自己可以再调整一下格式 甚至加框线加什么都OK 那记得一定要先输入 因为 如果你没有输入 就直接RUN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而且跟你讲说异位 那你可以按增错 增错就是行在哪一个地方出错 那另外一个出错的方法 就是游标可以放在变数上方 它会出现这个变数里面放的值 有没有 5 5都没有东西 NO 然后呢 这里面也是5 这边 它居然是0 5 我没有东西给它 它处理100之后 1